我們現在要來體驗這裡 礁溪很有名的一個溫泉魚泡椒 然後呢就是一個人六十塊 然後會拿到坐墊跟插腳 做的 我們去看魚了 然後他說每一池都可以體驗 我沒有大魚跟小魚 以前就是小魚了吧 這兩邊是比較粗魯一點的 而且是比較溫柔一點 你看你全部都可以湯 我媽要先挑戰小韋德 小韋德有多大 大概就是這麼大 他們每個都在等待的感覺 我先叫上去欸小心 慢慢啊因為裡面會滑 好癢喔 好癢喔 我覺得有點恐怖欸 他們在走我的腳 很努力的在找尋最好吃的那一塊 還有一排欸你看 欸趕快下來啦 不能上去他們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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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剛下去的時候都很一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感想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腦筋一片空白 然後覺得這些魚怎麼這麼兇殘啊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很餓啊 他們要吃啊 因為有些魚真的 鑿是會有點點痛 欸我讓我想到 我們不是在那個 薄荷島餵魚的時候 有些魚會鑿我的那個 手的那種感覺 就死個 來了嗎 來了 喔 可以感覺他嘴巴 比較大 欸可以感覺到 他是這樣 他去刮你的腳的感覺 因為這個 喔 感受更明顯 感覺他們有點牙齒了 呵呵呵呵呵 這個不會癢 我感覺你感覺蠻像丸 我感覺在 丸 丸 可以餵飽他們是我的榮幸 有 你要呢 會不會之後就變附近那個 熱潮餐廳的感覺 有耶 前面好像溫泉魚 吃腳瓶長大的魚 應該不會啦 這種空白師會讓你有點愉悅 感覺有被虐的感覺 愉悅 你就會一直很想要 好嗎 數到三一起放下去 3 2 1 喔又來了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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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餵完魚了 用自己的腳 你最 最 什麼 最賠錢過 我倒對阿 我只放下去 總共不到三分鐘吧 這樣讓他們真的是 吃不到你的好料 喔 對啊我有點擔心他們會餓死 欸 他池池還蠻多的 對 只是要小心滑倒 對 他的魚有分兩種 一個叫豬蚊錦 一個叫台灣雕 然後豬蚊錦又分小 小尾區跟大尾區 對 台灣雕又分中尾區跟大尾區 然後大尾就很大 所以你投哪一 你喜歡哪一種魚 被虐的感覺 對被虐的感覺的話 就是台灣雕大尾 真的像在刮你的時候 那如果你要像那種別人在親吻你的腳的那種 好噁喔 感覺的話 那就是小魚啦 你是說是20個人在親吻你的腳嗎 好啦 好啦 我現在肚子餓了 還蠻推薦大家來這邊體驗這個 因為還蠻幼稚 佐一佐就肚子餓 他們吃完以後換我們肚子餓 你在吃しま蠻 retaining 你現在應該是 Haue KickCons KickCons skikCon KickCons 屎 KickCons 我們現在要出門了 我們要去幫他去做一點護照 來健康護照 對 聽說交通有點不方便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查一下 那路也太好了 很高 怕回來沒有車子護照 好 走 拜 剛剛偷懶其實做了幾乘車過 很快就到了 其實從礁氣火站做幾乘車就快 可能只要10分鐘就到了 這是武峰崎護護 而且剛剛司機超熱情的 一直跟我們講礁溪的名字的遊覽 我有偷偷錄一小段 再往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幾乎都在地下河 就不見了 都在下面 就會在河床的下面流動 所以說礁溪這個名字其實很有意思 好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後面的就是山的路口處 然後路口處兩坪 然後開始爬山了 超久沒爬山了 然後這座山其實很低 很低嗎 就是很小而刻的山 是喔 他只是讓你進去裡面看瀑布 然後聽說有瀑布的山層 我還想聽到瀑布的聲音了 就是有低而高的三個 最後一個當然就大瀑布了 所以我們會路過三個瀑布 再去拍一個山層 喔喔喔喔喔喔喔 第三層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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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說你有多久沒有爬山了 其實以前 以前常常跟爺爺小時候都會去爬山 可是後來爺爺膝蓋比較不好 以後就沒有去爬山 對 你不是說你上次還是當實習老師的時候 很久了耶 哈 已經 幾年了 幾年 十年 好像有 我們才走好像不到五分鐘 就到低沉瀑布 來大家看低沉瀑布小而刻 我覺得我才從我家走到7的距離 呵呵呵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大家 適合全家大小來跟扇心那個 這個不算瀑布吧 不算瀑布吧 這個算瀑布嗎 還是我講錯了 好啦這就是給你一個甜頭就是 你可以看到低沉瀑布表示你 還可以再上去看第二層 喔欸我覺得遠方比較美耶 那可能就算第一層的地方吧 喔喔喔喔喔 我們走過去拍一下 欸你頭上又有一個瀑布耶 我就是去鄉存瀑布道啦 最後一個瀑布道啦 對 真的假的 對啊 我們腳走完了 對 走完了 那就是最後一個飢餓涼體 我們花掉的時間 有十分鐘嗎 這是 我剛以為會像 親近瀑布的一個行程 我剛以為會像克羅埃西亞 那十六湖國家公園一樣 就是一城一城的 我帶你啊 今天就是我知道你只想要小兒子的 的問題 不用走太久就可以 那我們這一集 親近大致來 我們這一集不到五分鐘就沒了耶 嗯 所以你要脫 在地址上去游泳 你在那麼多人面前也想脫啊 沒有 沒有 Not today 你要想要抓蝌蚪嗎 不要 以前小吃會抓蝌蚪耶 回去養 然後從 它 反而像魚的樣子 然後慢慢開始長出兩條腿 然後慢慢它的那個尾巴開始退化以後 那這樣有變青蛙 會變青蛙 但是很 很多都沒有養到青蛙就死掉 沒有養死掉了 就只 只伸出兩條腿就死掉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最低的確實第一層不遍 然後你看到你說很像人工那是第二層 還是第三層 搞不好這只是第二層而已啊 所以剛剛那個比較不遍那個叫水流而已 其實我們剛剛有點誤會那個瀑布了 我們有點蠢 其實原來就是第三層 因為它已經很大了 結果它只是第二層而已 我發現有一個岔路 我們現在只要去真正第三層的瀑布 沒有數量 我剛剛到底走幾階嗎 或是幾層 我們就不斷地一直跑上去 它破一張層 不知道萬一有沒有多少層了 我也不知道到了沒有 至少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平台 但是它往前走 沒有 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說錯了 我要先收回我剛剛講說 怎麼那麼矮的話 呵呵 我們剛剛爬上來之後稍微休息一下 對呀 忍利一下漁龍才有辦法講話 哈哈 太久沒有爬頭了 真的 好寸喔 因為它連續了好幾階一起一直往上爬 但是還滿多全家大小都一起爬上來 所以應該是我們太弱了 然後爬上來真的是 嗯 想它第三層地域是真的是實際名歸 對 比較高 對比較高 超高的 超高的 我旁邊好像有變相 每次都這樣想 然後每次都差不多 我們已經走下來了 走上去滿多汗 走下來其實也是因為 對 我覺得腳一直在抖 下山其實沒有比上山很簡單 真的 然後我們要 等一下去市區腳踏去吃了 對 你要吃昨天那個 等一下五風騎的感想怎麼樣 你要吃那個 五風騎感不錯啊 我覺得很適合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合家歡樂帶寵物啊 帶毛小孩啊 然後 帶小朋友帶老人家都可以來 嗯 其實很容易上去的一個 也沒有到非常容易好 好累喔 就是要有一點毅力啦 對 一上去就要馬上就是 一鼓作氣上去 沒有我覺得 休息更累 有人就會放棄 一鼓作氣上去 其實是還好 嗯 好啊我們趕快去找東西吃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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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